松山县星期六正式营运 那么其中呢跟这个文湖县的转程站 南京东路站要改名叫南京复兴站 但是增加了七个出入口 那么对此呢这个附近白货业者就预估 在通车之后带来至少超过一成的客人 大家都很看好明年业绩 机器轰轰运转将木条聚成相同形状 五到六个工人悄悄打打加紧赶工 就是要在捷运松山县通车前 盛大开幕 捷运通车以后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人潮 大家期待啊因为可能会带商机吧 不只摔摔过南京商区周遭店面 百货公司也跟着摩拳擦掌 搜山县即将通车南京商圈的指标性百货公司 能否将人潮顺利转化成前潮 捷运南京东路站将改名南京复兴站 更从一个出入口变成八个出入口 施工黑暗期交通不便赶走商机 业者期待通车后能有一番新生机 那捷运级把外面的围里拆掉之后 然后把外面的这个道面 把道路附救之后 是让整个人潮就增加上来 那我们目前预估的话 捷运松山县通车的话 大概会给我们带来增加在人潮五到四吧 早在年初就有业者提早卡位 百货贵位不仅询问度超高 明年业绩渴望成长一成 而附近房租也悄悄调涨 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 因为行务率比较高 所以在租金条件上面的话 我们这边基本上会再稍微调高一点点 人潮能否顺利转为前潮 业者纷纷推优惠 抢搭捷运财 各品本事 留住客人 记者是人贸财方台北采访报道